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执行清理限期结案 和谐司法功德圆满 判决限期执行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这是拍摄于十一年前的一段火灾资料 1999年5月的一个夜晚 贵州省黎平县霸寨乡霸寨村暗速发生一场大火 由于及时疏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十户村民的房子连同他们的财产 一夜之间华为灰烬 那火还大的 那我的东西开始没救 如果呢 人家我藏了没救 藏了不然火 我都没生死这样 至少都绑着了 没有东西没收 黎平县是少数民族地区 这里的共族群众生活并不富裕 对大多数苏年来说 没有房子就意味着只能风寒入宿 或者寄人一下 在那里哭嘛 是个灾民嘛 灾民都在哭了些嘛 他居住的房子 这一转眼都没了 那肯定很老了 是吧 很悲 很悲伤的 那个一看到那个场景呢 然后到那里都很痛恨 是谁搞的 在货载调查中 黎平县公安局副局长 无常冒得知 火是沿着街边的水沟烧起来的 这条水沟紧挨着房屋 起火前 有人在水沟里 发现有大量汽油 这些汽油来自火厂 八十米外的 一座简易加油站 他是把那油管 放在岛田上头 然后下大雨来 那个宝坎垮塌 垮塌的时候 把油管都搞断了 油呢 都从那里都流出来了 流出来了 然后都连这个水沟呢 都流下来 由于这个加油站 不合理的设置和管理 导致油管断裂 上千斤汽油流入水沟 流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火灾发生的当晚 三个孩子出现在加油站附近 有人怀疑是他们点燃了汽油 吴长帽找到了激动的一个孩子 他叫石长君 那天晚上喝酒之后的石长君抽着烟 和他的两个同学争论着 泄露的是汽油还是柴油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 他们掏出了打火机 因为石长君的无知 众多村民无家可归 一场大火改变了石长君的人生 1999年 石长君因犯失火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10年 与此同时 石户房屋被烧的村民 要求赔偿经济损失 把油库和石长君 一起告上了法庭 法院审理后裁定 这场火灾 这场火灾加油站承担30%的责任 石长君承担70%的责任 2000年 前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终审判决 石长君负担赔偿费 和案件受理费 共157,996元 当时石长君刚刚刚过完18岁生日 刚刚走出校门 要赔偿 要赔偿这笔钱 只有靠父母来想办法 对于贫困山区的这个普通农家来说 15万块钱 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蜘蛹 蜘蛹 除了 中文字幕——YK 对石虎受灾的群众来说,和石昌军一家对簿工堂是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火灾之后,他们需要重新建房子,建这样一栋墨房子至少要两三万块钱。 为了重新建房子,石虎受灾的村民只能各自向银行申请贷款,这些受灾户一贫如洗,石家的赔偿对他们重建家园不可缺少。 我那个中文字幕的,你那个付十几万,一家一万多一家万都没得讲。 2000年冬天,石虎受灾村民向黎平县人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要求执行赔偿。 黎平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却发现这是一份无法执行的判决。 因为对方没有财产,又判了刑,所以就终止该案件的执行。 终止该案件执行,因为是他当时没有成家,也没有这个什么独立的财产可供执行。 负责赔偿十五万的石昌军,拿不出钱,人也进了监狱。 石昌军的父亲石万龙为此感到十分内疚。 此时,背负着十五万元债务的石昌军家也陷入了一场灾难。 这一年,石家房子背后的山坡因为下雨发生垮塌。 泥石流冲走了石家的房屋,全家人踏着被裹买。 不怕,因为这个太困难了,这样困难,那样困难,太多了,事情太无法了。 对石昌军一家来说,房子没了,欠着十五万元的赔款,唯一的儿子在坐牢,日子的确过得很艰难。 而对石户受灾的村民来说,欠债户比他们都还穷。 这十五万元的欠款,又何时才能拿到呢? 这群手持斧头,木具的人,正是九年前被那场大火烧毁房屋财产的村民。 这一天,他们突然带着一帮人来拆石家的房子。 因为石昌军一直没能赔偿损失,他们决定拆石家的房屋抵债。 石万龙只得陪着笑脸讲好话,但石家的几个亲戚却拿出拼命的架势,阻止拆房子。 眼看一场流血事件不可避免。 危机时刻,有人把电话打到黎平县人民法院。 隆士德和同事们立即设法制止这场冲突。 在他们的劝诫下,两拨对峙的人被分开了。 但隆士德知道,这种平息只是表面的。 当时我们也不想先把事态平息下来,先平息下来过后,我们再向院里面的党组汇报,跟领导汇报。 黎平县人民法院派出人手做村民的工作。 在动族人的眼中,拆人家的房子和杀人放火一样,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为什么这些平时忠厚老实的村民,要做这样的事情? 石昌君因为失火判刑十年,因为表现好,减刑三年释放。 但是自释放回家之后,他没有偿还赔款,也没有和受灾的乡邻打过照面,甚至连一声道歉都没有,就远走他乡打工去了。 在受灾户看来,这态度应该。 我们的生活,生命很脏,受到很多的影响。 我们的生活,确实也很难。 他讲讲台课,是指声谈,是指声谈的人,跟你们如何打工? 因为了十年了,这个师傅受的损失比较大,全部烧光了。 好不容易,现在会恢复到现在,他又回来了,没有很好地跟申请人进行沟通,让对方理解,就是不理不问的。 但是在石昌君看来,因为自己的无知,酿成大错,连累了人家。 父母已经年老,十几万的债务只能自己承担。 从监狱出来后,赶紧到外面打工,挣钱,还债。 但村民却认为,石昌君是在故意逃债。 只要你说一声,你目前没有能力来赔赏我,但是可以跟我们说好话,给我们做一个计划,有多少钱赔多少,是啥? 然后我们都好商量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就对他的这种,无理啊,无理的这种行为,他们就很气愤。 让失火的村民更想不通的是,石万龙一家口口声声说没有钱赔款。 据在2007年,儿子一出监狱就建房子,还娶了儿媳妇。 石万龙既然有钱造房子,有钱给儿子娶老婆,为什么不先替儿子赔款呢? 所以他们以为是他父亲有这个能力,没有反,他哪不是你反应分钱好,反应你点给我的好。 我们心里面都有些舒服,还有些公平。 法院立即对此展开调查,得知石万龙是在信用社贷款三万元。 因为唯一的儿子已经长大,必须说门亲事,传宗接待。 要想把媳妇取进门,总得有个房子吧。 三万块钱搞房子呀,跟他办解分的呀,如果我们这没有房子,他无法解分了,就先把房子的盖好。 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双方的态度总算缓和下来。 但是龙士德他们注意到,尽管石长军父子哭诉不断,在座的石户受在村民,却并没有同情他们的意思。 看来,他们心中的怨气,不是一下就能消除。 行众的观点都很坚决的,他说我们省事这么大,我们通过了努力这八年多的时间,勉强把我们的房子取起来了。 原来基本上我们一无所有,没有人来同情我们,也没有其他的,他家里面也没有其他人来帮助我们。 现在要我们同情他呀,这个我们也无法来同情他。 一个案子的赔偿问题,九年没有兑现,老百姓没有怨言就不正常。 正是受灾户迫切渴望的要求,离平县人民法院院长杨波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尽办法了结这种基案,促成双方和解。 通过研究,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们考虑到这个双方又比较贫困,而在地執行人呢,他本人又没有可供独立执行的这个财产。 所以我们就考虑到,能够通过这个执行和解,这样的话呢,发解矛盾,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期的效果。 此时,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全国范围内,终之开展集中清理执行基案活动。 离平县将这起案件列为重点,限期两个月结案。 但是,一个九年都无法执行的民事判决,能在两个月内执行完结吗? 拆房子事件发生了第二天,十位法院执行干警组成了工作组,进驻霸占项。 他们的任务是执行失货案赔偿探决,促成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双方的和解。 做这个申请人,是实货的工作,让他放弃一部分,我们考虑到这边放弃一点,然后叫当事人出一点。 现在我们不是有这个,就是这个执行救助这个资金,说明针对刑事负责民事的案件得不到赔偿的,我们给予一定的救众。 但是,石昌军的财产,就是和父亲共有的这栋房子,这栋房子没有修缮,四壁透风,十分简陋。 因为我们农村的这个木房,卖了不值多少钱,土地更不值钱,在我们农村是不值钱的,是集体土地,不是国有土地,所以很不值钱。 如果石昌军短时期不能还清十五万元赔款,那么两个月之内了结此案,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而另一方面,被烧的石户村民因为赔偿直至没有到位,对法院的工作也有一肚子牢骚。 要让正在气头上的受灾村民放弃部分赔偿,是一件十分难办的事情。 龙士德和同事们在霸寨村做了一天工作,没有一户受害人家,愿意减少自己的赔款。 要他赔,他烧得我们的房子很大的。 如果他没赔,我房子都捡不了,还借贷款,两万多块。 在村民看来,既然你们法院自己就是这样判决的,为什么又要来做我们的工作,减少赔偿呢? 法院的判决已经生效了,就是这个法律结果是十五万, 这个是法律承认的了,这是他的权利,他主张是他自己的权利。 如果要他放弃,这个很难。 龙士德和同事们连续三天挨家挨户做工作, 每天从早上七八点忙到半夜,说得口干舌燥,村民们还是冷面相对。 意思就是说,反正你来了,你都来了,你想做,你管做,你不做,你赚都赚,就那么意思。 老师们指财劲,你赚都赚,就这么说。 宝财劲,你赚都赚,您赚都赚,痛啊,咳嘴,你赚都赚, 那里面对他身为享富,我赚都赚, 我是我们的丈夫,员,自由的轮量。 人乖,你赚都赚,然后是我们勿讯的, 你赚都赚,想让他赚,谁赚。 你赚都赚或赚,不赚,不赚,不赚都赚,不赚钱。 第四天,龙士德和同事们又走进寨子,他们发现受灾户对他们的态度更加冷漠,有些人眼中还有某种异样的眼光。 从一些村民的言行中,龙士德才知道,受灾户在怀疑他们得到石昌君一家的什么好处。 在执行组内部,因为几天来劝解工作毫无进展,一些人开始怀疑这条路子走不通,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么多人围着一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案件做工作,是不是牵涉到某些领导人的私人关系在里面呢? 换句话说,是不是有人在以权谋私呢? 就说,龙记长,我们从没有请自己的案件这么啰嗦,整个我们这个土话就是这么啰嗦,这么麻烦,也是很麻烦。 哎,做这么多人的呀,努力呀,精力呀,去搞,我们有点不理解。 受灾村民的冷漠和怀疑,执行组内部的意见和分歧,把龙士德推入到一种尴尬的境地。 他不得不告诫同事们,要严守中立,不袒护任何人,不准说任何激怒群众的话。 要是群众稍微说话,不注意的话,或者是说错,遗漏,的话,有可能就引起群众的围攻。 所以我们当时说话是很称重的,想好每一句话,说每一句话。 如果判决执行不能按时终结,法院判决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无疑会打折扣。 受害村民还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追讨赔偿,这极有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这一点,龙士德和同事们最担心。 我们的工作能力,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工作能力,特别是我本人来说, 你当这个执行机长,你这件案件你处理不下的话,你也无有能力,当这个机长下去。 所以我的压力是最大的。 第四天,执行组早早地收了工,因为他们发现,拾户村民的工作再也无法做下去了。 已经拖了九年没有了结的案子,会继续拖下去吗? 被执行人石昌军拿不出要赔偿的十五万, 而十户受灾的申请执行人,又不愿意减少赔偿。 判决又要求两个月限期执行完毕。 黎平县法院执行局长龙士德,感到从业以来从未有过的压力。 我说这个案子如果拿不下来的话,我讲愿你们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如果是不相信,对我们的工作肯定不相信的。 而且今后对我们的工作的压力啊,态度啊,方面是有质疑的。 判决执行最艰难的时候,黎平县法院多次召开会议,分析具体问题。 跟他们找出就是做工作的一些拒绝的方法,然后多鼓励他们,要相信咱们的群众,要多渠道,不一定要全部由咱们法院来说,要想一下其他的办法。 其实,此时也是院长杨波最艰难的时候。 黎平县165个历史基案,按规定要在6月份执行清理完毕,这是他向上级打过包票的。 尽管压力很大,杨波仍然鼓励同事们加油。 杨波长,你遇到自己的挫折,你就退缩了,记住,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他说,我不是不知道你龙士德,我的名字,我不是不知道你龙女人。 在一次情况汇报中,杨波跟龙士德特意提到,要多渠道进行调解与和解,有债老的地方找债老和法院一起开展工作。 他突然点醒了我,我们这里有个债老吗? 债老在动族村寨中是有威望的长者。 通常,一个债老在周边几个村寨都很有地位。 霸债村就有一个这样的债老,而他恰恰也是十户受灾的村民之一。 他的名字叫杨光景。 好,灵机一动,我们就马上手电这个人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图画口。 龙士德和副局长吴开光连夜拜访杨光景。 债老七十多岁,曾经当过国家干部。 龙士德认为做他的工作一定很容易。 但出乎意料的是,债老对他们的到来非常冷淡。 第二天,他们又来到债老家中,但是面对在旁边做笔录的书记员,债老好几次欲言又止。 第三天,吴开光一个人来到债老家中,他没有带书记员。 这一次,债老的夫人给他倒了茶喝。 原来,债老不想过早表露自己的想法,以免引起村民的误会。 最后他说,他说,曾汉子判了十长斤赔赔赔我们十多万块钱,这不,也,判也说是好,但是也不现实的。 他说,要赔赔那么多钱也不现实。 他透着自己话出来,所以我才有信心的,开始没信。 经过五次耐心细致的交谈,债老终于决定,资下里做九户村民的工作。 与此同时,执行组做十长斤赔赔赔赔赔的工作。 一是给受害村民道歉,二是想尽办法赔偿一条。 再不等我,我又奋斗出来,慢慢地还他们去,免得我走,我热情进行我失了,免得存在自己一张孩子,我的心情都不大了。 从他们的心里来,他们的事情,像我的事情来,他们受到我也受到,同样一种。 从我来理解他们,我自己的心头。 我感到对不起,我负责。 我负责,我负责,我负责。 我负责,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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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昌军父子的态度加上债劳的工作 村民的思想开始转变 但是受害户究竟能减少多少赔偿呢 这是法院不能勉强的 减少赔款的数额是实户申请执行人的权利 十户守在村民 最后确定减少赔款十四万三千多元 把赔偿金额减到一万四千四百八十八元 战老认为这是一个极力的数字 我们按这个法法 我们要把法法 我们要把法法法 我们以后呢 扣我们的上手勤劳 以后会发的别人就发大 十五万赔偿变成一万四 法院执行组没有想到 十万龙更不敢相信 感动之余 十家特意在家里设了酒席 邀请法院和受灾户来做客 在洞祖村寨 这是对客人的最高礼遇 那一天 八寨村的村民唱起了欢乐的洞祖大歌 所以当时的时候 这个石上军的父亲 感谢你们法院了 他做的好事 他当时第一个法院 要给我下跪 他感谢你们法院了 这是你们法院给我做的工作 得到的结果 十万龙从亲戚手上 借来五千元 给十户村民当场兑现 不久又从信用社贷款六千多元 加上法院给予的三千元执行救助基金 把所有赔偿全部兑现 一桩判决九年没有执行的赔偿案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仅用三十五天的时间 便得到圆满解决 这是和谐司法的理念 在基案执行中 一次成功的实践 就是说为什么花人力 财力无力来设立一个法院 是让你把这个纠纷解决好 是吧 把大的问题解决成小的 小的解决成没有 然后大家才能够 心细地谋发展 就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基础 对不对 大家心里面都不服 没有这种方式来解决的话 可能这个社会它就不规范 2009年9月29日 黎平县人民法院院长杨波 带着县农业局 畜牧局和县扶贫办的主要领导 来到霸寨乡和受灾村民座谈 这一次他们为受灾村民谋求脱贫致富的道路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之后 让我们在这个检决 在这个司法系统怎么样的实现 和谐社会这个建设 怎么样做出贡献这方面 也让我们进行了一些思考 在这个思考中 探索中 我们感到 这实际上对我们卷决过去的这种执行难 判决之后 胜败双方都不服 原告不服 被告也不服 这种情况 找到了一个新的途径 所以在这个地上 我们提出了和谐事法 促进和谐的这种活动 在本片采访结束的时候 黎平县人民法院院长杨波告诉我们 他每天上班的时候 都要抬头看一眼这栋大楼的窗户 这些窗户方种待原 出自一位老法官的设计 杨波和他的同事们 一直记着那位老法官的话 方圆之间 法理之中 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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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提 和谐